自第二波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印度的单日确诊人数完全没有下降的趋势 在过去24个小时 印度新增了挺好是37万9千多宗确诊病例 再次创下全球单日确诊病例的新高记录 死亡人数也同样刷新记录 单单一天就增加了3645宗 让印度目前累计超过1800万人确诊 20万人死亡 印度失控的疫情 附近的几个国家也是出现了病例激增的现象 让他们是如临大敌 像跟印度接壤的国家 包括巴基斯坦 尼泊尔 缅甸 布丹 孟加拉 因为住在边境的老百姓跟印度有密切的往来 甚至有些老百姓每天都会来回进出印度好几次 主要是做买卖的或者是上班的 所以为了防止病毒从印度扩散入境 有的国家是紧急的关闭了边境 寄出了旅游禁令 势必要把这个新冠病毒挡在国门之外 至于印度国内 面对不断创新高的确诊和死亡病例 他们的医疗体系早已经不堪重负 而病床和死神究竟哪一个先到 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随着死亡人数巨增 印度各地的火葬场面临一味难求的窘境 一辆又一辆载着遗体的救护车 在火葬场外大排长龙 这已经是印度的新常态 火葬场也忙到来不及火化遗体 有的救护车司机透露 这些救护车里头同时载着两到三具遗体 有些人等了一天一夜都还没轮到他们 由于救护车不断送来遗体 火葬场的运作根本停不下来 眼前冒着熊熊烈火的火堆 甚至必须同时火化十多具遗体 为了挪出更多空间 工作人员只好将火葬场以外的区域就地为死者建起火葬堆 眼看疫情正在往各地区急速蔓延 一些郊区小村为了自保 只好自行封村 在印度中部的一个村庄 村民们拿着木棍在村子的入口处轮流站岗 拦截并赶走村民以外的到访者 避免病毒传入村子里 镜头来到疫情重灾区新德里 由于医院床位和氧气供应都严重短缺 许多民众只能抢购黑市氧气 像这样为了抢购氧气供应 而当街起争执的场面 在当地越来越常见 而大家站在大太阳底下排队 拿着重重的氧气桶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买到氧气来保住家中新冠肺炎患者的性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